准备三个发面剂子,分别擀成三块面皮 刀片切成十字,然后每半用梳子压出花纹 然后螺成一排 筷子中间压一下,从底往上卷起来 中间切断,立起来点缀叶子,重新点亮,转发 准备一张发面皮,上面刷一层油 我们对折过来,然后再对折过来,成三角形 然后我们把三角形切两刀 然后我们把它落在一块,用筷子压一下 然后筷子这样搭,往下按一下 花式花卷,红心点亮转发,准备一块发面面团 擀圆饼,中间压个圈,然后用刀片分成八瓣 用叉子压一下,压好以后我们捏起来 再压,再捏,最后山里红点缀 红心点亮转发 准备六个面片中间,放到右下坠折 你要从一头卷起 用手整理一下的,就是玫瑰花蒸饺 最好上锅中就可以 折出三角,翻过来 放着豆腐下捏上 把三个角捏上 推出花边 把底边翻上来 发面搓成长条 给它围成这种形状 从一条给它卷起来 卷到一半 剩下这边给它对过来 围过来当耳朵 筷子往里收一下 压出两个耳朵 点缀眼睛和小花 拿上三刀红心点亮转发 首先我们把面搓一个长条 然后从底下卷起 卷到一半 成这样以后 我们把它围过来 中间搅个嘴 刀片切海马的纹路 最后按上一个黑豆眼睛 小海马红心点亮转发 让更多的人学会 最简单的制作小鸟方法 搓一个长形面条 然后放到手上 给它记一个十字 打个使节 尾巴留长一点 捏扁 脑袋掐粗嘴 尾巴梳子压花纹 黑芝麻点眼睛 红心点亮一块小发面 戳出额头 捏出额尾巴 然后额头喂过来 然后捏个额嘴 脸子搅出额翅膀 然后我们贴上去 然后黑芝麻点天鹅的眼睛 红心点亮转发 更多的人学会 看图评论 癞蛤蟆 揉一块圆面团 用手戳一下 压扁 搅出尾巴 然后搓成尖形 压扁 压出鱼尾花纹 搅出鱼鳍 身上压出波浪花纹 按上眼睛 红心点亮转发 更多的人学会 全片 全网第一资讯群社区 微信搜索 NPP977 NPP977 关注后即可免费进群